在悠久的欧洲文化历史当中 有一群神秘且古老的族人 他们拥有美丽不会变老的外貌 两颗尖指 以及犹如红宝石一般闪亮的双眼 并且还喜爱 其实人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智慧兵中的小南 在欧洲的文学著作里 存在着一种被人们称之为 Vempire吸血鬼的神秘生物 然而根据古老的传说起源 其实吸血鬼是源于一种叫做 普林病的疾病患者 这些病患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状 比如他们害怕见到阳光 而且还非常恐惧洋葱 银气 并以输血维持生命等等 据悉吸血鬼是神秘高贵的欧洲皇室后裔一族 15世纪早期以前 英国荷尔伯特公爵三世是世界上第一只的吸血鬼 当年他受到了月光的洗礼 意外晋级变成了高贵的吸血族 通常吸血鬼会被分为几个级别 第一种吸血鬼的眼睛一般为黑色 是最为低级的贵族工人阶级 第二种吸血鬼被称之为大吸血鬼 眼睛为酒红色 中段阶级拥有非常强大的力气 第三种吸血鬼有一双紫金色的双眼 通常被外界称之为沉默军团影殿的吸血鬼 算是最为正宗的吸血鬼 而且他们都没有影子 不但可以瞬间跳跃 而且拥有惊人的速度以及力气 是顶级的贵族吸血鬼 据说吸血鬼的起源是由于人类对血本身的崇拜以及恐惧 古时候有一些人认为血是生物灵魂以及生命的主要象征 每当见到血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丽丽丝是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 也是血族当中最为强大的一员 至于吸血鬼家族其实是丽丽丝的后裔子孙 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孙 在很久以前 丽丽丝因为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 所以受到了上帝耶和华的惩罚 变成了第一代的吸血族 每天需要吸食 人类的血液才能存活下来 时候就变成了永生不死的嗜血怪物 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吸血鬼一族的祖先 但奇怪的一点 吸血鬼的祖先不是德古拉吗 那个吸血鬼伯爵 许多现代人都认为德古拉是吸血鬼的始祖 但事实并非如此 德古拉其实是19世纪末期一位欧洲著名作家 笔下的一个小说人物而已 并不是源自于真正的吸血鬼传说 另外 大部分的吸血鬼有捕灵病 他们除了害怕见到阳光以及接触阳光 还每天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去维持自己的生命 万一他们有人不小心接触到阳光 身体就会被灼伤 此外他们的寿命很长 只要没有被阳光或者引气伤害 他们都能一直活下去 一般上吸血鬼并不会称呼自己吸血鬼 而是会称自己为kindred 意思就是血族 据说一个凡人要成为血族一员 首先必须要经过初拥 也就是得embrace的身体历程 他必须先被一位血族成员吸掉身上的血 然后再被喂食钢被吸掉血 才可以成为一个新生代血族 简单来说 也就是kindred和人类融合彼此的血 那么那个人类就可以成为kindred吸血族了 血族其实是意义人类的一种神秘生物 他们的身体组织经常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血族的牙齿可以任意抽长缩短 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里kindred雪族都会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把自己的尖牙和利爪隐藏起来 然而血族还能吸食人类的血让伤口愈合 以掩盖受伤的痕迹 除此之外呢 雪族的心脏还可以随时停止跳动 加上他们的微血管经常会没有血液在流动 这也是为什么雪族的皮肤看起来会比人类苍白 有的时候雪族哭泣时会流出血泪 所以他们会在受伤时利用自己所流向的血泪去治愈伤口 而且每当他们受伤时 体内的血液便会集中到伤口处 接着附近的皮肤会泛出紫红色并立刻痊愈 然而根据有关的资料记载大部分的雪族都不需要进食 以及吃人类所吃的食物 他们只需要在每12个小时吸取新鲜的血来维持身体机能 虽然雪族不需要进食 听上去好像很好 然而当他们感到饥饿时 就会对鲜血产生极度强烈的渴望 而这种欲望就说是人类一般饥饿感的三倍以上 由于雪族主要是依靠新鲜的血为自己冲击 所以他们会去逆捕人类 因而雪族都会称之为血猎 然而在雪族的习俗文化里 他们最原始的做法是拿活人新鲜的血去做献祭了 但经过了几百年之后 人类便发现了吸血鬼害怕十字架 大蒜还有银做成的器具 因为银会让雪族失去治愈的能力最终被杀死 此外雪族看见十字架的时候 则会勾起他们曾经罪恶的回忆 并因此痛苦的丧失生命 而大蒜的气味是会让他们不能正常呼吸 最终窒息而亡 但雪族最害怕的东西就是阳光了 因为大部分异能强大的雪族 对阳光只有微弱的抵抗力 没有任何一个雪族能够经受一整天热光的暴晒 另外高温对雪族来说也有着一定的克制作用 所以雪族通常都会在夜晚才外出行动 然而有另一种被称之为热行者day walker的雪族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在阳光下生活的雪族 但这一种雪族是极度少有的 几千年才会出现一个而已 在Kindred吸血鬼当中 其实也被分为了三个党派 分别是密党、魔党以及中立党 在密党中 Milkeven族是一个被吸血鬼社会排斥的族群 他们的血液受到了诅咒 而他们的神志也经常会变得错乱疯狂 在他们疯狂的时候甚至会攻击其他雪族 所以在吸血鬼社会里 其他族群总是疏远他们 实际上这个族群的人还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只不过被封闭的这个外表所掩盖了 Bruja族是密党中最松散的一个族群 他们拥有着复杂的信仰观念 而且有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千万不要忽视这个族群的存在 因为Bruja的吸血鬼们拥有着好战的特性 在艰难的战斗这些可怕的斗士也往往比其他族显得更强大 Bruja族的许多成员都拥有着艺术细胞 他们热爱艺术创作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为吸血鬼前来 就是音乐家、画家、诗人等等 他们喜欢在人类的上流社会活动 他们的外表优雅 Primia族是雪族中的另类 他们最初的成员是一群魔法师 由于发现了一些魔法而掌握了吸血的能力 所以他们是雪族中拥有许多魔法的异族 许多吸血鬼并不承认这个族群的血统 然而他们严守避世的戒律 并且依靠强大的魔力 在密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Gangra族的标志物是一个狼头 反映了这个族群兽性的一面 他们喜欢在野外过着独立漂泊的生活 与大自然接近与野兽交流 在战斗的时候 这个族群同样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而这些战斗力就来源于他们野兽的本性 他们的外表和思想有时候也会带有野兽的特征 Mentru族是密党中最重要的族群 他们肩负着密党的领导职责 大部分城市的亲王都由这个族群的人担任 这个族群的人大多从上流社会中选取 许多人甚至是政治人物 他们维系着密党的存在 严格执行着密党的六大戒律 尤其是避世戒律 Nospheratu族的标志物是一个扭曲的人脸 这也和他们族群的特点有关 这个族群的吸血鬼 有着丑陋扭曲的外貌 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下隧道 以及昏暗的角落里 因为他们丑陋的样子会被人类 甚至其他的血族鄙视 他们拥有隐蔽自己和窃听的能力 而且极为团结 在魔党中 Zemis族是所有吸血鬼族群中最具有血识的 他们大部分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精于魔法 虽然他们的魔法能力比不上密党中的Trimon族 但是已经足以让他们成为强悍的对手 其他的血族甚至给他们起了魔王的绰号 Lexembro族是魔党中的领导者 他们力求控制人类 这个族群的人拥有着优雅和残忍两种性格 他们大量的进行出拥 并且灭视秘党制定的那些戒律 无论对人类和秘党吸血鬼来说 魔党的吸血鬼都是可怕的敌人 Lexembro族是旅行者与盗贼 像风中稻草般散布于整个欧洲大陆 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Lexembro族的足迹 但他们的落脚处却飘忽不定 许多族人和流浪杂工不受社会欢迎的人一同旅行 想在一处同时找到许多Raflon族很不容易 他们喜欢独处宁愿用痕迹记号和同伴联络 漂泊的Raflon族来自印度是吉普赛罗马的后代 他们以操弄惊人幻象的能力闻名 许多吸血鬼迫害Raflon族 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引起混乱 然而Raflon族以更加轻蔑的态度回应 使得双方的关系势如水火 来自中东荒漠的SMI是血柱中的杀手 SMI成员为给那些他们酬劳的雇主工作 而酬劳通常就是雇主的血液 在接受雇佣后 他们就会开始追踪目标 直到把目标杀失 或者发现雇主欺骗了他 比如说雇主告诉他 这个目标是个第九代血柱 而实际上是第六代 如果受雇的SMI成员反而被目标杀失 那么SMI施主并不会找他复仇 以后也不会再接任何以他为目标的安杀合同 由于他们特殊的背景SMI的线涯是多种 中东宗教和吸血鬼神话的混合体 他们认为吸血鬼到达天堂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尽可能的接近最初的吸血鬼 The One 也就是努力降低自己与最初吸血鬼之间的备份差距 这通过吸杂别的比自己年长的吸血鬼来实现 那么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和正确性 SMI宣称他们氏族的创始者 就是曾经首认过一个第二代吸血鬼 九万里族和其他氏族相比也许贬多于包 其族人大多是企业家或死灵法师 藉由玩弄世俗凡然的商品与经济 九万里族获得了巨大的权利和财富 成为吸血鬼后不久 九万里族的领导人便谋杀了主人 依照自己的意识建立了这一个族群 虽然至今为止 大部分人认为吸血鬼一族只是西方的一个传说 但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追捧 并且在部分欧洲古籍里有相关的记载 然而现实中吸血鬼只出现在影视作品里 那么究竟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或是他们早已暗藏在我们人类身边生活了好久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的这期内容就说到这里 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楠 我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刀片也很轻